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用卡牌的形式来分组充满了刺激和未知 庆幸的是最后大部分姐姐都分到了自己想去的阵营 选歌环节也是看点多多 为了争取到喜欢的歌曲 姐姐们使出浑身解数 斗志斗勇 这就为难了宁静和那英两位师姐 凭借首速抢歌 还要跟组员有默契 当然 二宫的比赛规则也有所改变 因为这次不再是四人团表演 而是分成五人团 四人团 三人团和二人团 所以看点很多 竞争逐渐激烈 不过二宫只淘汰一位姐姐 就网友透露的消息来看 这一场比赛现场很好看 赛事十分紧张 五人团 OK 吻吟爱像一首歌 郑秀妍选歌的眼光真的很不错 当看到OK的时候就说一定要抢 的确 不能取风还是舞台风格 都跟郑秀妍很搭 宁静也明白郑秀妍会喜欢 OK 所以二话没说就抢到了这首歌 演唱这首歌的成员分别是吴景妍 郑秀妍 毛俊杰 唐诗意和张信义 对于这一组来说 舞蹈不是问题 唱才是 因为这是一首英文歌 所以为了练习发音和语法 吴景妍缴尽脑汁 天天在练 郑秀妍也充当教练帮助大家 最后这一组也得到了小红花 公演的时候多了几十秒的拉票时间 而另一边 单看阵容就不是很强大的 爱像一首歌 这是一组高颜值的五人团 张力 王子玄 胡姓儿 朱解静 齐妍都是大长腿 看起来就赏心悦目 但可惜的是 爱像一首歌无论是选区还是舞台风格都没有OK好 所以输掉了比赛 在这次表演中 郑秀妍为大家展现了什么才是二代女团担当 四人团 谁不是赢了我我 那因此次亲自带队 旗下的成员自然有她最为喜欢的徐梦桃 还有张天爱和黄毅他们表演的曲目是谁不是 说实话有娜英在 这一组吻赢 再加上开心果徐梦桃在 这一组的确很多看点 选歌的时候 宁静抢到了我我这首歌 分配的成员也很厉害 分别是赵英子 张强 郭彩杰 赵梦四人合作演出我我 有强vocal也有会弹乐器的赵梦 按道理来说会赢才是 但谁知道还是输了 至于为什么输 究其原因还需要看了现场演出之后才有定论 毕竟张强这一组有厉害的 也有拖后腿的 三人团 乐园输给怪美的 本期最大的看点是阿萨和阿娇分别在不同的组 而且终于对上了 想必在此之前 观众就想看看囤子分开比赛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 这次是宁静带助阿娇 余文文一起演绎怪美的 三人组的强势之处就在于 虽然都不是很厉害的vocal 但配合相当默契 另一边则是阿娇 许如云 阿萨 说实话都是专业歌手 又有许如云这位大vcall在 宁静一组多少处在弱势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乐园输给了怪美的 宁静一组赢了就很叫人意外 二人团 山海玩圣梦中人 一开始 当听说王心灵要唱山海的时候 不少观众表示震惊 按道理来说 这首歌不适合甜美系的王心灵 但既然来参加乘风破浪 势必要挑战一下自己 大家也看到了王心灵主动 问谭维维可不可以唱这首歌 另一边是薛凯奇和留恋的梦中人 也是超强的组合 但略输于山海 所以最后的比赛结果是 王心灵的山海赢了 据了解 这一期的现场很好看 谭维维跟王心灵碰撞出了 很不一样的火花 二宫表演结束 最后是宁静一组的总分输给了纳英 最后在势力的阵营中 淘汰票数最低的姐姐 赵英子票数最低 又在失败阵营中 所以被淘汰了 咱就说 这样的结果 大家会不会很期待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